林凤娇当年生下房祖名,在爸爸那栏填了三个字,网友看了佩服他,难怪成龙不动摇这场婚姻。 关于成龙,不用过多介绍,就用功夫巨型一词概述吧。 成龙的口碑可谓是有好有坏,参差不齐,但成龙最近确实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俗话说,强扭得瓜不甜。 最近64岁的成龙再一次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。 只因年轻时犯下的错误,如今正是被当初种下的因,而受到了极度的困扰。 成龙虽然年轻时非常的风流体旁,喜欢他的女星也颇多。 再加上自己的情商超高,和他传出绯闻的女星也个个貌美如花。 当然令其最为愤怒和反目成仇的无疑是今日小龙女之母吴起立了,其实,当时成龙已经和林凤娇结婚了。 吴起立算是第三者差足,很多人以为是成龙贪图吴起立的美色,才会造成这个错误。 其实,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?也许只有成龙和吴起立最为清楚。 不过按成龙本人的说法,整个过程感觉自己是被设计的。 当年娱乐圈爆出了小龙女事件,成龙在第一时间微笑面对记者。 她直言,对于这个女儿她是感到愧疚的,但是她却有这样的一个妈妈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 由此而言,在成龙的内心已然是非常抵触吴起立这个女人了。 事实也如此,吴起立当年是非常的任性,只要自己想到的就会去做,有时候女人恨一个人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。 吴起立更是多次向记者曝光成龙的一些私事,从而让成龙在娱乐圈的视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 而咱们再来看看成龙身后的女人林凤娇又是怎样的呢? 要知道林凤娇要不是为了成龙的话,完全可以在娱乐圈再创佳绩的。 只是她非常爱成龙,为了她更是甘愿吸引,两人的婚礼也是在美国简单举行。 她处处为成龙着想,而且情商也很高。 她和成龙也算是凤子成婚的,当初生下儿子房祖民时,林凤娇还特意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成龙。 儿子父亲乃兰要填谁?成龙说就填尘杠声,成龙的原名。 林凤娇是一心向着成龙,她可以甘愿做没名没份成龙的女人。 这样的女人岂能不让成龙喜欢呢?相比无起立的大吵大闹,谁将笑到最后一幕了然。 所以,在成龙的心里妻子永远只有林凤娇一人,如果她现在来承认小龙女岂不是深深打自己的脸? 这也许就是为啥这么些年不肯认吴卓林的原因吧。